嗨大家好 我發現我好久沒有在這個背景裡面拍影片了 這禮拜是我的期末中 然後剛好整明天需要去辦簽證 所以就先回家 就在這裡度過快樂一整天 而且在家中今天超冷的 所以我幾乎的時間都在這個裡面讀書 暖爐真的是冬天最好的夥伴 就我今天整天都是開著這個暖爐 然後我還有一個小暖毯 就是紅色的那個 然後我就是窩在裡面 然後暖暖的讀書 這個星期要考兩個期末考 其實我這個學期的期末考本來就不多 只有三個 已經有一個上禮拜已經考完了 明天要考一科教育社會學 禮拜四要考一個德文 這樣子我期末考就結束了 但是有超級多的報告 再加上這一學期變成正式變成16週 所以這樣的時間上面超級無敵的少 一邊要準備期末考 然後一邊要趕超多的報告 所以就整個行程都滿滿的 每天增年起來就是要讀書做報告 然後不然就是處理一些小瑟碎小事情 但是今天晚上6點40還是有一堂課要去上 所以現在我就得出門啦 等一下學校見 拜拜 公車要來了 快樂晚餐到學校了 我們到底在上哲學課還在上年級課 老師的教具怎麼越來越多 對啊 他從錯丸子進化成鳥 我的朋友照錯一道花海 很有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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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捧著菜廳的 把雞寶寶回宿舍 在猜哪一隻是菜廳的 嘿 我們要來辦簽證 啊啊 之後會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我要去哪裡申請流程 八文簽證了 然後現在回到學校的作品 讀書 等一下下午要考一個期末考 期末考本人 考完這個之後再剩一顆德文 跟一大堆作業 這個學期就結束了 今天天氣超好 但是進去室內或是沒有風的地方 或是陰影出來就會覺得超冷 沒有錯沒有錯 阿唷 阿唷 你看來自己啦 我的登帽了這麼特別 怎麼都轉都 哈囉大家現在是下午2點 然後現在準備出去吃午餐 至於為什麼是這個時間吃午餐呢 因為期末週作業寫不晚了 剛剛還跟我的室友明雅講到說 就是我應該在期中知道期末要找這個作業的時候就開始寫了 但突然間發現好像每個學生要對自己這樣說 所以就因為這禮拜天除了要搬宿舍以外還要再教五個報告 然後明天還有一顆期末考考準備 好吧總之就是現在準備出門去吃午餐 然後等一下去處理一些社團的事情 我們等一下見囉 今天要去吃一間在公館我超級喜歡的一間店 等一下帶大家一起去吃 然後跟大家分享我們宿舍後門這邊有一個超級可愛的一條小道路 然後前陣子這裡的風超大 所以每次都覺得自己走著走著就要掉下去 掉到那個爛泥巴裡面 這禮拜天結束就要搬宿舍了 想想覺得有點小感傷的 這條應該是學二學生很長走的一條路 從這裡可以比較快的到公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那種就是明明沒有到非常好吃 但是就是很喜歡然後一直會很想 會很想一直去吃的餐廳 像我今天早上在餐廳出門前就跟他講說 我今天決定讀完書大概兩點的時候去吃那一間餐廳 去吃快進行事務所 然後我說你怎麼又吃快進行事務所 就快進行事務所這間店 真的是我每次想要吃 對自己好一點想要吃多一點的時候 都第一個就會想要這間餐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口袋名單的餐廳呢 超級喜歡這一間餐廳 而且他們都佔了一套餐廳 一把餐廳 然後有小菜全部吃了 不知道就是剛剛給大家看的那一區 後面那一區的小菜全部都吃了 吃到飽了 他們的麻辣牙屎超脆衣超好吃 超讚的 吃全家新出的冰淇淋 像一個玉米口味有點太可怕了 他吃起來很像那種 像一個玉米口味吃起來很濃很濃的 玉米棒 就不是很喜歡 就來試試看新口味 益山是小廢物朋友 益山今天很漂亮 剛一直在思考的時候 因為益山在選客 然後就一直在思考說 在大學裡面我們到底應該要選很重的課 還是選很良的課 我應該不知道去哪裡考試 就感覺起初在選客的時候 都覺得自己是超人 覺得每一節課都可以handle 然後到其中的時候 就突然間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微笑 作業常常都沒有做完的時候 不會啊 不會嘛 你激發你的潛能啊 是啦 但是會有人類的潛能被激發 就是在一個小時裡面完成 完成一個期末報告 然後益山說他想要抱怨 他說 他說他等一下要考期末考 但是老師沒有跟他們講在哪裡考 然後就 超好笑 現在的招式裡面就 就只有兩三個人吧 益山等一下該何去何從呢 超喜歡我現在身上最健的 他林口這邊有一個充值的刺繡 超級可愛 OK 等一下就跑完最後一顆了 等一下就跑完最後一顆了 涼涼的滷味 我覺得這種很好吃嗎 我吃過一次了耶 感覺這種涼涼的滷味 比燈籠滷味好吃 我愛的明雅 哈囉 你在記錄嗎 本來選的記錄 哈囉 我很喜歡吃這種 搖花 素搖花 然後我吃任何滷味都一定要配蔥 快要可以跟這一本說再見了 寫了一整個學期 一共有540個字 然後我今天寫到497 希望今天可以把它焯完 然後之後過幾天來寫下面的 朋友給的聖誕禮物 冬至快樂 冬至是玉璇小公主煮的湯圓 對 拔拔拔拔拔 而且我還有放白糖在裡面 你怎麼這麼棒 但是沒用很甜 要不然湯圓那會太甜 我湯圓排排菜 八半夜吃湯圓好罪惡 雨嬌是我們今日的舞者 我們在前面上上演 你在後面跳舞 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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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背景版裡面下 背景版裡面要什麼 下工了 耶 嘿 大家好我們是今天來群演的 我們是剛剛從某某古裝劇裡面 現下班的群眾演員 嗨 你們在那個什麼劇嗎 大家還不能說 我們要保密 求故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這種時間有哪個藝人來過呢 我們等一下 我不是 我不是 這樣我們會當正 我們最後一次丟垃圾 小可愛們 我們怎麼要這麼多垃圾 我們怎麼要這麼多垃圾 我們要把這個鍋子鬆垃圾車 我們要把這個鍋子鬆垃圾車 你要直接扛進去嗎 扛 應該丟回收吧 不行吧 這可以回收嗎 破銅爛鐵 小精靈咪咪啊 為什麼自己委 連奧格都這麼快 還要排隊 哈囉大家 今天是住宿舍的最後一天 我最近買了一個新的補光燈 我來用用看看 影片的質感會不會好一點 然後等一下我對面的室友 他們都已經回家了 等一下我要先去洗被子 然後再來回來整理我的桌面 然後準備明天回家 裝上去之後的樣子 感覺 有量的那麼一些些 看起來比較精神一點 好啦 那我現在也要先去洗被子 然後洗衣服 再來回來打包行李 隨便把我所有的被子都拿去洗 努力的放進一頭衣服 要去洗 因為它超難配的 好 先給大家看我現在做這個樣子 其實我覺得也沒有很亂吧 只是東西有點多有點雜而已 我想說先從這邊開始整理 然後也跟大家分享了我的快樂小吃 就是豬排繩 然後恐龍媽媽的車子 然後可愛的寶寶豬排 貓咪 還有這一次兔年新出的豬排 它超可愛的地方 你看它大家看它的尾巴 它的尾巴這裡是一個珍珠的臉 好 介紹完畢 後面還有我的富士山 介紹完畢 那現在就開始來整理吧 這個尾伯超級可愛的 它是這種毛茸茸的 所以穿裙子啊 連身裙子之類就很好搭配 而且我是那種只要脖子一冷 或是手一冷 然後就會開始全身覺得很不舒服的那種冷 所以我穿了的話 就一定會帶微博 雖然最近失策了 沒有帶手套來學校 我覺得每次在收行李的時候 都有一種把自己的回憶濃縮的感覺 就是看著每個東西 在想到自己當初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面 買到自己用這個東西的時候 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慢慢把它打包起來 就是那個小感傷的感覺 但是我大學生涯裡面 最後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住宿舍的經驗 那有點小難過 想說把我們剛剛跟書有關的全部 都裝在這個箱子裡面 這箱子原本是放在衣櫃裡面 然後裝一些洗衣球 化妝品 面膜之類的一個箱子 一陣子 它是它從今天這裡可以通出衣生紙 我最新早餐都吃這個 但規格系規格的這個燕脈系 現在無論是牛奶跟巧克力也都還蠻好的 推薦給大家 這一箱整理完了 上面也是剩下一個酒精品 然後其他東西都空了 整理起來感覺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快把櫃子清空了 下面的抽屜已經熟完了 第一次發現櫃子裡面原來是長這個樣子 而且真的整理起來才發現自己帶 公室去帶超多東西在宿舍 上千幾個禮拜已經帶一些回去了 然後還剩這麼多 這都是衣服衣服衣服 然後課本 衣服 床墊那一些的 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世大這個學期總是變成16週 16週的意思是一個學期 裡面只上16個星期的課 因為台灣原本大部分的大學 一個學期都需要上到18週 所以也因為變成16週 世大提早開學 然後我們現在是2月23號就放寒假啦 但是我自己覺得變成16週 對於我們來說反而是更累的 就我跟附近的 我跟周遭的朋友其實都比較喜歡 上個學期試辦的16加2週 因為剩下最後兩週 老師安排的大多可能就是 讓我們完成期末報告 完成作業等等的 但是現在變成16週之後 就在16週裡面 我們同時需要考試做報告 然後上課 其實把整個學期的壓力濃縮 在16週裡面算是蠻累的 就還比原本的18週還要更累 因為在18週的時候 老師可以慢慢的把課程上完嘛 但是變成16週之後 老師可能就需要趕課 或是甚至是刪減一些 一些課程 然後來 來把課程濃縮到16週裡面 但是就唯一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提早開學 然後提早放假 比其他的學生還要放更長的假 然後也有一些可能需要出國交換 那像是我下學期就要出國交換了 之後也會拍影片 跟大家分享我們整個申請的過程 然後還有出國交換的一些 日常的Vlog吧 就是出國交換的同學呢 可以比較好行接國外的學制 因為國外的學制 可能大多會是三學期制 或是一個學期的時間 沒有那麼長 所以當我們在台灣的學期 減少了 然後早放假之後 就可以更好行接外國的學制 然後出去讀書等等的 就說起來其實也有力有力吧 而且16週 變成16週對於教授來講 壓力也蠻大的 因為聽說是1月6號 教授就得要給最後的學期成績的 所以我們不論是我們還是教授 都寫成績 然後改作業上面的壓力 大家多多加油吧 然後最後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